于1985年9月重庆市起将其人,因为一系列雷人人语,在网络上等红被人称为凤姐,卢亦峰还私称赌诗话会团琴精通古汉语,九岁起博览全书二十岁达到顶峰。 智商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无人能及2010年罗亦峰在网上表示,回到美国了,并声称中国就没有打算回去,了解凤姐的网友朋友可能都知道凤姐探足娱乐圈这么多年以来,可真正是蜂元人物。 凤姐凭借其职员不惠的性格得罪了娱乐圈里不少的明星大腕,对此网友朋友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凤姐真是话粗里不粗,也有的人表示说凤姐真是在炒作自己。 至于凤姐对媒体新闻所传出谢娜张姐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记录一次有变动仪式,随后凤姐也在微博中发文称,一位婚后无子谢娜张姐二人感情破裂,凤姐的此方话并获得了很多网友朋友们的纷纷点赞。 此次谢娜张姐实现成为了今日的同小热点新闻,对于二人之间感情状况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